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家告诉我们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 九寨沟的地形地貌可是大有玄机 是多种特殊条件叠加在一起 才成就了大自然这难得的杰作 九寨沟地处明山深处 九寨沟地处明山深处 海拔四千多米的沃洛色魔风雄聚在景区中部 深冬季节在雪山的映尘下 沟谷内大大小小的海子 有的如冰雕玉器 有的似人间摇池 借着冬日阳光的抚慰 九寨沟的每一寸水土 都在尽情舒展着自身的活力 点染着自然的渲满 地理中国栏目记者 跟随地质专家万新南教授 游走在这冬日的画廊中 一番考察下来 大家了解到 九寨沟中 114座形态刻意色彩斑斓的海子 都是高寒喀斯特区域中 地表水和地下水 相互转换沉淀 融石而形成的 接下来 同行的地理爱好者小赵 提出了一个问题 让大家产生了新的思考 喀斯特地貌在我国分布广泛 桂林山水 云南石林 都是典型的代表 与他们相比 九寨沟 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呢 为什么云贵高原 没有形成这样的景致呢 对此 万新南教授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带着大伙 来到九寨沟 两条主要沟谷交汇的五花海 五花海 会藏有不解九寨沟谜团的样式吗 五花海和位于泽沙沫沟的五彩池 是九寨沟众多海子中的精粹 这里集中了九寨沟各种多变的色彩 被誉为天然的调色盘 来到湖岸处 大伙见到 这里大范围的水面 即便是深冬 湖中的色彩依然变幻莫测 此刻万教授提示大家 注意这片水域中大面积的蓝色区域 这个浮底的我们看到的颜色是一种这个淡蓝色 这个淡蓝色的实际上是一种钙滑产气 钙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 万教授说 钙滑是喀斯特地区地下水中的钙离子溢出地表后 因温度压力的改变 从中吸出的覆盖化学物 它有一个化学过去 对有个化学过去 用到水里的以后的话 当这个太阳一晒就加温了 加温了这个二氧发碳那就放出来了 放出来了就变成碳酸钙了 碳酸钙就是覆取 就沉淀下来 就形成一层薄的那个蓝白色 蓝白色的那种 就淡蓝色那种东西 不过钙滑泥只有保存在未受污染的 洁净透明的水下 才能显现出醉人的色泽 一旦脱离水环境 便显得毫无生气 钙滑成绩它一般在水底头的话 它就显示一种这个天蓝色 但是这个没有水的话 它就显示是白色 所以说这个五花海呢 它的颜色呢 那么就跟这个钙滑是这个有一定的关系的 你看这个东西就是钙滑坑 这个就现在干掉了 在那个水风不是这个 这个就是钙滑泥 钙滑泥 就是那底下 如果那个干了 这个水再下干了以后就这个东西 万教授一番解释 让大家明白了到此的来意 在五花海 万教授刻意让大家关注的就是这钙滑 九寨河 九寨沟以及不远处的另一世界级名胜黄龙景区 同属世间少有的钙滑景观 那么自然界十分常见的碳酸钙 为什么在这里塑造出如此奇决规律的景致 为什么这样的景象都集中在明山深处 而在其他的喀斯特地区实难遇到呢 万教授说 这是由九寨沟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通过地图可以看到 九寨沟与云贵高原广袤的喀斯特分布区 相距并不很遥远 不过云贵高原处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平均海拔多在1500米上下 与之相比 九寨沟所在的区域被重重大山包裹其中 平均海拔在2500米以上 高达4000米的雪峰随处可见 虽然同属喀斯特地貌 但不同的地质构造 地理 气候环境 使两个地区的地貌特征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首先 云贵高原地层年代古老 区内的碳酸盐盐 历经千百万年的流水冲刷 溶石 搬运 形成了众多的溶洞 暗河漏斗和天坑 千变万化的中乳 石柱 石榫等盐溶景观 其实同样是盖滑沉积造就的 洞穴里的温度它是相对的比较低 因为我们地表温度可以大37度 而地下温度就是十几度 所以说这种温差就造成盖滑能够吸收 于是在南方的洞穴里头 它可以形成盖滑 包括中午石 石中午 鞭石霸 这等等洞穴景观 与之相比 九寨沟所在的明山山脉 受喜马拉雅运动影响 成长快 年代新 虽有二叠系 石碳系灰岩基底 构造作用强烈 但是特殊的地理环境 与特殊的季后条件 需得该地区未能发育成典型的基岩喀斯特地貌形态 如灰岩洞穴 暗河 而是以高山寒洞风化为特征 依赖灰岩基底及特殊的水动力条件 发育了罕见的地表开放型盖滑喀斯特地貌 万教授说 时间是雕琢山川江河的一把刻刀 而接下来 气候 动植物等因素 将进一步对其进行漫长的修饰打磨 原来 处于亚热带的云贵高原 年均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上 夏秋湿热时期 气温在28至33摄氏度上下 降水量超过800毫米 水量丰富 日温差不大 其喀斯特地貌 是溶石 坍塌 冲刷 搬运 共同作用的结果 盖滑景观更易于在温度较低的地下形成 与之相比 九寨沟地区大为不同 这里的年均气温只有7.3摄氏度 低温环境中 水对碳酸炎炎的溶解能力极强 同时 多边的地貌 众多的湖爪 使流水在这里能够长时间住 在日泽沟中 地表分布的滚石或出路的岩石 所流露出的特征 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说这儿堆积的都是乱石头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个石头它没有滚动的 没有滚动的 它也有 这个不是有人有脚的 就说明水本身就在这儿溶死 先把它的边角啊 这个溶死掉了 万教授说 这些石块 从山上崩落下来的时间并不长 由于寒冻风化作用 加上冰雪较长时间的附着 使灰岩或其滚石表面 溶石破坏速度更快 与此同时考察组见到 九寨沟不少的孩子 都有这样的倒浮在水中的枯木 向导告诉大家 这些树木浸泡在水中仅仅数年 通体便被厚厚的钙滑包裹 呈现出神奇的样貌 万教授说 考察表明 特殊的环境 使这里的水中碳酸钙浓度极高 不少地方已趋近宝壳 此时温度稍有增高 碳酸钙很快便会吸出 形成钙滑成绩 同时九寨沟 还有一种独特的魔力 会加速这个过程 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呢 连续几天的考察 大家都有切身体会 酒寨宫内 每天到正午时分 日照强烈 气温明显升高 而一旦临近傍晚 气温迅速降低 寒风刺骨 万教授告诉大家 高海拔地区的日照墙 温差大 无论东下 均是如此 这正是钙滑沉积 至关重要的推手 大的温差 为流水吸取钙源 为钙滑在水中吸出 沉淀 提供了良好的 水化学热动力条件 无论是正温差 或负温差 都能使钙物质 从溶液中吸出 眼下的酒寨沟 夜间时 湖泊表层温度 在零摄氏度上下 这时 水开始快速溶食 湖中的碳酸盐 湖水PH值 一般在8.5至9.2左右 湖水中的重碳酸钙 浓度增高 而到了阳光高照的午间 由于湖水温度上升 溶解于水中的重碳酸钙 释放二氧化碳气体 成为南溶的碳酸钙 大量吸出 作为钙滑 沉积在湖床上 或倒幅的树干表层 如此循环往复 水便如同一个魔术师一般 将沟谷中无数坚硬的岩石 转化成特殊的钙滑颜料 涂抹在大大小小的海子 激起周边 将整条山谷 装点的超凡脱俗 世间罕见 在九寨沟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在十分遥远的年代 神女沃洛色魔 得到了情人赠予的一面宝镜 或许是过于高兴了 她不慎失手 竟把宝镜摔碎 从此 过岁的镜片 变成了九寨沟 做做色彩绚烂的海子 沃洛色魔 就此变身为雪峰 守候在一旁 而她伤心的泪水 永远地流淌在山间 美丽的传说 为游走在九寨沟的人 增添了无穷的遐想 而绚烂的海子 更是让痴迷大自然的人们 急于破解一个个神奇的谜团 九寨沟的海子 为什么会幻化出斑斓的色彩 湖暗处 西河中 瀑布间 为什么会形成千变万化的奇特景致 大自然的造型师 还藏有哪些 密而不宣的记忆呢 跟随地质专家 万新南教授 考察组继续对五花海区域 展开考察 五花海位于熊猫海下方 水域开阔 空一片水域 湖光却呈现出 鹅黄 墨绿 深蓝 藏青等多种色彩 湖水中 包裹着厚重钙滑的水生植物 如同丛生的珊瑚 斑驳迷离 神秘莫测 万教授说 五花海斑斓的色彩背后 有多种因素都在其中扮演着角色 首先 五花海水流平缓 盖滑在大量吸出沉积中 会包裹起湖水中悬浮的杂质 沉入湖底 这加速了湖水的净化功能 由于水体清澈 使得湖水对阳光的反射和折射增强 散射降低 由此 湖底丝毫的起伏和微妙的色色差异 都会因光的折射 形成放大效应 让湖岸上的人感觉到立体生动 错落有致 站在湖岸边 目测五花海的水深只有两三米左右 然而实际的湖深却至少有五六米 这便是湖水折射形成的放大效应 接下来万教授说 五花海湖底沉积的盖华 还会聚集菌落和水生藻类 诸如蓝藻绿藻这样的藻类 在冬季低温环境中藻类生长缓满 然而到了夏秋季节 他们会成为装点五花海 斑斓色彩的生力军 不仅如此 九寨沟周边地区虽然广布石灰岩 但水中还是容有少量煤铁等矿物质 植物与沉积的矿物质 共同加大了湖底颜色的差异 再经过水底的放大效应 被以湖周边各色葱玉的植被 在水中投射的倒影 由此 一只湖水便被点染的流光一彩 宛若七彩摇尺一般 周寨沟众多海子五彩斑斓的成荫 经专家一番解析 清晰地印在大家脑海中 而万教授说 这难得的盖华景观 不仅仅可以为山水增测 还具有极强的造型功能 诺日朗部部位于五花海下游 藏语中诺日朗指的是男神 同时也有高大伟岸的意思 诺日朗瀑布宽达三百米 落差二十米 是九寨沟众多瀑布中最宽阔的一个 滔滔水流自瀑布的顶部流下 水势浩大 如银河飞泻 深圳山谷 横起的萌萌水雾 在阳光照耀下 常可形成一道道彩虹 横挂崖地间 是山谷中聪明的神话中 先进的气息 万教授告诉大家 瀑布机器周边 藏有九寨沟形成和演变最重要的谜团 顺着万教授所指 大家注意到 整个诺日朗瀑布的崖体 呈现明显的S型 在自然界 瀑布崖体呈现弧形的情况并不少见 这是由于流水冲刷 是崖地崩塌而形成的 然而 诺日朗瀑布的成因 却没有这么简单 而且这个瀑布 其实它形成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自动弧形 这个瀑布走这边下来 中间下来 这旁边下来 一个弧形 为什么一个弧形呢 就是说 它的盖滑的话 这个不断地在这儿涨 涨的就往这两个周围涨 往前涨 升到前头之后的话 它就悬空的 时间悬空久了的话 这个重力作用就 呆不住 一下就垮下去 所以说这不断地就往前推进 所以就形成一种弧形的霸 它不是一种这个凸起 应该按照霸 它形成了凸起 是吧 这是最稳定的 但是它这个霸是在傲形的 往前前进 所以这是盖滑的这个作用 你看那都是悬空的 那个盖滑 就全部是悬在底下 这个水一翻拔了 这个盖就在这儿沉积 你看这就是盖的沉积物 之前在熊猫海和五花海 大家见到的盖滑沉积显得温情默默 而在诺日朗瀑布则彰显出雄魂的力量 接下来万教授说 在诺日朗瀑布及周边 与盖滑共同塑造湖光山色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没有它 九寨沟的神奇将缺少最浓重的异地 大家沿着诺日朗瀑布旁的山路 涉及而上 期待着再度解开疑惑 放眼望去 果不其然 这片水域被一道道霸体 拦截分割成一座座湖爪 这霸体便是万教授所说的盖滑墙 盖滑墙是如何形成的呢 请万教授提示 大家回想起之前在五花海区域 水中倒浮的树木 万教授说 九寨沟的上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 每一年都有因各种原因倒浮的 或死聚的树木 被流水搬运到这里的海子中 在一些岩石突起的有利地形区 它们聚集到一起 盖滑便堆积在旗上 盖滑越积越厚 盖滑墙逐渐形成 随后盖滑墙继续堆积长高 便形成了坚固的盖滑霸体 最终圈出了一片片神奇的海子 看到了吗 旧寨沟因为有了盖滑的作用 使一切都变得与众不同起来 植物就连它们死亡后的躯体 都是旧宅沟井质构成的要件 专家说 正常情况下 倒浮的树木浸泡在水中 一两百年便会腐朽消失 而一旦被厚重的盖滑所包裹 历经千万年 都会保持着原有的样貌 在这里 大自然不会浪费一点一滴的原料 神奇的盖滑 让即便艺朽的枯木 也被定格成了永久的风景 万教授告诉大家 眼前的海子是逝去的生命造就的奇迹 要想看到正在成长的生命 是如何缔造新的景观 要继续向下游行进 从诺日朗瀑布向北 行进二十分钟后 考察组来到了树正沟 九寨沟的众多溪流都在此汇集 树正沟山高古深 水流湍急 景象微微壮观 当大家来到日泽沟最北端的树正群海 一片极富生命力的景象出现了 树正群海前后连绵树里 上下游高叉近百米 它由十九个大小不同的海子 呈梯田状穿接而成 海子与海子之间长满了各种桥木灌木 湖水自上而下翻滴而过 在树丛中穿行 形成一道道变化万端的激流 发出清脆欢快的浪涛声 万教授说 眼前的景象实际就是正在发育中的海子 和上游相比 这里还没有形成高出水面的盖滑墙和边坝 但再过千万年 这里将出现与上游相类似的基梯状海子 它所有的这个海子的 这个挡水的地方 它都是钙滑形成 它不是基野 也不是人造的什么东西 是自然形成的一个钙滑墙 是吧 或者钙滑坝 也是随机的 这个随机就跟这个树 倒塌的树是有关的 好 这些钙含量高的这个水 它遇上了一些这个挡的物质以后的话 它流速就变化 那种碳跟钙就马上就沉面下来 所以说它沿着这个树挡的地方呢 就可以不断地沉积钙子的东西 这些钙子的东西慢慢长成以后呢 就成了这个钙滑墙啊 钙滑坝啊 这样的话就把水拦起来 水被围起来变成了湖泊 随着补给的增加 水就会选择地势低的一方进行翻坝 遇到植物 再形成新的钙滑坝 围成下一级海子 所以在九寨沟海子的总体分布 宛如一个巨大的串珠 从高海拔沿山谷 一路绵延到这里 所有这一切 都是钙滑沉积与气候 植物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钙滑不仅形成海子斑斓的色彩 它是所有景观千变万画造型的缔造者 考察临近尾声的时候 专家说 九寨沟的形成和演变 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 比如之前提到的泽茶挖沟 冬季是一条无水的汗沟 实际它的地表之下有着大量的水 这是因为此处的河床 是古代冰川裹挟的碎石堆积而成的 它们之中有着大量的溶水空间 表面虽然干涸了 河床下的水却依旧十分活跃 说到这儿 我不禁想到 这有点像我们所进行的科考活动 随着考察的深入 在困惑得到解答的同时 新的疑问也不断随之而来 无论你了解了多少 总有更多的谜题 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等待我们去破解 去揭晓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